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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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今天吓到你了 能不能再给我个机会 让我努力争取你 吓死我了 吓死我了 怎么是你们呀 你以为是谁 你们先聊 我先上去 门开呢 说 没别人这里 没别人这里 我不喜欢刀子 啊 这也太那个了吧 不是啊 弄得我都不敢回家了 我怎么不跟唐晨交代啊 可是 可是这事又不能怪你啊 有什么不敢说的 你说的亲一下 你当时林小喜欢你的时候 你敢跟我说吗 以我的经验来说 这事藏不住 就是啊 所以我不敢回家呀 唐灿现在在家呢 我回去就得交代 这种事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面对 你知道唐灿今天千载难逢的心情好吧 我知道他给我打电话了 说视频人约他了 趁他先进要把这事说了 赶紧翻篇 不行不行不行 太恐怖了 别别别 我赶紧翻篇 天啊 天啊 没开呢 怎么回来啊 没事没事 我看看 好看吗 好看啊 你吹什么都好看 真的啊 那我再唤一趟给你们看看 我害怕啊 我不敢说 我帮你说 好 渴吗 渴 咱们家有啤酒吗 有 有 弹目 舒締 什么一样 好点没 好点啊 好 这张呢 你买了多少件啊 我就买了三件 这个品牌估计打六折 这件才一千三 好看 光听价格就很好看 我去建筑 一定要穿的大方端装 不能廉价 而且我这次见的 还不是演员副导演 是导演和制片人 亲自给我试戏 而且女一号还是孙黎 我的妈呀 我做梦都想跟她合作 孙黎好 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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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去环节给你们看看啊 等一下 先别 先别 你先别换 月亮有话跟你说 不是 你帮我说吗 没有啊 你说了呀 我没说 你自己说 什么事儿 说吧 说了你不许生气 就这事啊 嗯 我前两天就知道了 她把你照片当手机背景 我看见了 我没有给她照片 我知道 你别急 我不是早就说了吗 我早就跟她说清楚了 以后见面还是朋友 当时对她吧 就是气愤烘托下的 那么一点点小心动 我马上要开始拍戏了 哪有功夫谈恋爱呀 我要专注于发展事业 你不生气就好 我有什么好生气的 我跟她又没什么 你之前不是觉得她不错吗 要不你试试 对啊 你别再想着林香啦 我没有想着林香 李坚坚 李坚坚 你吃西瓜就吃西瓜 你处她干嘛呀 你凶我干什么 我就是个吃瓜的 我喜欢的人 喜欢月亮 月亮喜欢的人 喜欢李坚坚 可就是我才是这个家里的 最底层 不是这样的 那你就直接拒绝了 然后呢 然后我就把她的微信 电话全部拉黑 我以后再也不跟她见面了 有必要吗 有必要啊 你不喜欢一个人 也没必要这样吧 慢慢说远就好了 再说 女人喜欢你不挺好的吗 你别再说了 我真的很讨厌有人追求我 我回房间了 别说了 月亮这样的 是属于恋爱低能吧 月亮这样的 是属于恋爱低能吧 你冲你的习惯 所以说 你妈跟你生了个弟弟 你爸也跟你生了个弟弟 什么弟弟啊 我没关系 你为什么不早跟我说啊 我之前还一直以为你说 和客户的富二代 何泽秋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什么烦心事都跟你说你呢 什么都不跟我说 什么都憋在心里 你还拿不拿我当朋友啊 你肯定是我最好的哥们 但是因为我的 肯定现在在作祟吧 总觉得我被抛弃 是人特别丢人的事 要说丢人 果子还丢人呢 表白背剧了 朋友没得错了 危险都给拿黑了 怎么着 还追吗 不知道 你呢 跟你妈就这样了 辅助我现在过停了 我爸说得对 他也不容易 人也不坏 以前那也说得对 他正好没有办路说非要 非要让我回去跟他养老 而且他还为了我的事 给赵和公打电话 骂他 他能做哪些都做了 我觉得我该放下 往前走吧 真这么想 我说我现在过停劳了 我觉得我现在过停劳了 所以你们 你依 不要同情我 我没有 最好没有 向前走吧 送单 你 你